这说慈禧死后二十年 他的尸身竟然没有腐烂 他的嘴上呢 让孙大麻子孙念英在盗墓之时 将他的嘴角划开一个大约三公分的痕迹 那么今天呀 咱们就来到了慈禧陵 从这里呢 走进他的地宫 看看他的陵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慈禧是1835年生人 1908年去世 那么死后呢 就葬葬了我身后的这座定东陵 说他陵寝里面的一根柱子呢 就价值几十个亿 咱们到里面看看到底是不是 在我身后这所建筑呢 它叫做小碑楼 也叫做神道碑亭 里面呢 记载了慈禧的嗜好 常常的嗜好 达到了27个字 孝亲慈禧 端幼康宜 昭玉庄成 寿宫亲县 重夕佩天 兴圣县 皇后之灵 常常嗜好呢 就写在了这座碑楼里面 咱们继续往里走 这边这座房子呢 叫做神厨库 是当年慈禧死后呀 为其做贡品的地方 可是慈禧死后只有三年 大清朝就灭亡了 根本没有人给他做过贡品 咱们脚下踩的这个桥 并不是活人走的 在当年慈禧去世之后呢 从北京抬到东陵 就是从这个地方 把光过抬过去的 它称为神桥 这好久没有来看慈禧了 这桥太光了 险些给他磕了一个头 咱们继续往里走吧 来那检票 现在咱们就算真正的 进入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了 带大家呀 看看里边的三绝 到底有哪三绝 慈禧陵呢 当时以三绝筑成仪式 金绝 木绝 还有石雕之绝 那什么是石雕之绝呢 咱们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大家看看啊 这个建筑呢 它就是石雕之绝了 它是什么呀 龙在下 凤在上 咱们平时看到的皇陵啊 还有北京故宫呢 都是凤左龙右 但是慈禧呢 就是凤鸭龙的格局 而且这个石雕 它是高夫雕家 透雕的石法 咱们再看一下这边 这边啊 它都是在柱子上边呢 雕有凤黄 下边呢 鸭的是龙 而且是一凤鸭两龙 这边一条 这边还有一条 代表慈禧曾经呀 两次垂帘听证 一个呢 是他的儿子同志 一个呀 是他的侄子光绪皇帝 所以说呢 慈禧是鸭两位皇帝 非常独特的 凤鸭龙的格局 称为石雕之绝 咱们再到里边去看一下 木绝还有金绝 现在咱们来到了慈禧太后 定东陵的龙殿 大家看一下 什么感觉 金币辉煌啊 当时在建的时候 用的都是黄金 那么大家看看啊 这样的龙的柱子 就达到了64根 上边的龙呢 还有天花板 都是金龙的 它都是金龙 何兮彩画 而且再看一下墙壁 这边走 过来看一下 慈禧灵的三大殿的墙壁啊 全都是扫金的 看一下啊 这个图案是什么呢 中间是一个几何变形的寿字 四周呀 飞翔着五只蝙蝠 这个地方呢 是武则天命名的 万字不到头 边上呀 是一个寿袋 整幅图案呢 是福寿绵长 江山万代之一 而且三大殿 当时用黄金 就达到了4592两 一钱四分零三毫 在那时呀 黄金是16两位一斤 折贺到现在呢 正好是将近三百斤的黄金 来装饰三大殿 就连明清两朝 24地登记的太和殿 也望尘莫及 这个呀 就成为了金绝 那么现在咱们看看 什么是木绝 这个木头 不得不看一下 我们平时看到最豪华的灵寝呀 用的都是金丝楠木 可是这个呢 慈禧灵用到的却是黄花梨木了 黄花梨木到底有多之前 1990年 李瑞环在来到东陵的时候 他评价黄花梨木呀 达到了18美元一公斤 2001年的时候 这个呀 又达到了是9000元一公斤 因为黄花梨木 在明清两朝都是皇帝呀 用来做高等家具的 那么古今中外 用黄花梨木来修建宫殿的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堪称一绝 太豪华 太奢侈了 慈禧灵三大殿的 黄花梨木的地柱 达到了64根 而且每根柱子上面呢 都镶嵌有金龙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龙头的这个龙须呢 在当时大殿打开的时候 有风一吹的时候 龙须呀 自然摆动 活灵活现一般 可是呢 在1928年之后呀 全部被孙殿英所盗绝 那么不止慈禧灵三绝奢侈 他死后的安葬的地方呀 更是陪葬了大量的珍宝 现在呢 咱们就去他的地宫去看一下 走了 现在呀 咱们马上就进入慈禧太后 灵起的后方了 大家看一下 在我身后有三个门 这个呢 称为灵起门 但是这三座门在当时 可不能乱走啊 中间的门呀 一直没有开放 只是呢 当时在慈禧死之后 把他光果抬过去的时候 开了一次 自此之后呀 再没有开放 那么如果活人来了 走哪里呢 这边走大臣 那边呀 是走皇帝 中间是走死人的 所以说 左君 右臣 中间走神 咱们继续往里走 快快快快看 这就是慈禧太后安葬的地方 现在呀 就躺在地下宫殿之内 咱们马上进去看一下 来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慈禧太后的一个坟头了 在过去呀 叫宝顶 老百姓呢 叫坟头 而且大家看一下啊 它的坟头一棵草都没有长 是不是 慈禧当年不让啊 说我的坟头呀 坚决不能长草 落草为寇 不吉祥 那么1928年 河南大军阀 孙殿英 再来东陵档墓的时候 在坟头上方呀 用稿呢 刨了好久 可是最终 他也没有找到地下入口 怎么办呢 当时在身边呀 有一个士兵给他出了主意 而且呢 在当地呀 又抓了好多守灵人 问他们说 地宫入口在哪呢 可是当地的人呢 却一问三不知 说我们只是守灵人 根本不知道 从哪里才能下到地下宫殿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中有一个守灵人说话了 他当时怎么说的呢 说呀 我们 虽然不知道 你找当年给慈禧太后 修灵垒墙的人 不就知道了吗 可是上哪去找呢 当时他们已经被处死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 守灵人却说 有一个姓江的石匠 他并没有死 为什么江石匠 在当时没死呢 这个江石匠 在当时1908年的时候 慈禧一去世呀 呃 他那会是40多岁 后来呢 年纪不小了 娶了一方媳妇 生了个孩子 没想到在1909年 慈禧太后呀 就上东陵入葬了 可是呢 他一入葬 必须呀 要垒上一堵墙 把他呢 永远封在里边 那么这个石匠 在来干活的时候 他走了神了 又想他的老婆 又想他的孩子 说如果将来 为太后 把灵建好了 自己呀 再死在这个地方 那可就不值了 一不留神 石头掉在了身上 砸得流血呀 疼痛过度 晕厥过去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黄灵是不能死人的 他们当时把张石匠 抬着就扔到了 山的那边的 乱坟岗里面去了 这个张石匠呀 在第二天清晨呢 他苏醒过来了 一看自己没有死 后来就隐姓埋名了起来 因此呢 清朝在1911年灭亡之后 他大胆的 可以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 也不用再隐藏了 可是在1928年 军阀孙殿英 在盗墨的时候呀 又把这个人给找来了 当时问到他 说你知不知道 在哪能下地宫呢 最后没办法 他被威逼之下 告诉了孙殿英 从哪才能进入地宫 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从哪个地方 才能走进 慈禧太后的地宫之内 从这个台阶往下走呀 就能抵达 慈禧太后的地宫了 来 咱们下去看一下 来 来 大家看一下啊 咱们现在就真正的来到了 慈禧太后的地宫之内 这个地方呀 称为木道炫 那么1928年 孙殿英在盗墨的时候 通过这个僵石这样的指点 他们从哪进来的 来 再把视频调过来 看一下 这堵墙 这个呀 是木门 在当时呢 它叫金刚墙 这个墙是在慈禧 去世之后 安葬完毕呢 把墙雷死 因此呀 一墙之隔 谁也进不来 什么人也出不去 那么当时在僵石匠的指点之下 他们就是从这儿进来的 进来之后呀 把第一道石门炸开 看一下啊 现在还有被炸的痕迹 看一下 这就是当时他们盗墨用炸药炸的痕迹 现在呀 还依稀可见 第二道石门呢 并没有炸 是正常打开的 因为后边呀 有顶门石 这个呢 还有石槽 现在看一下啊 这就是慈禧太后的光果了 那么这些匪兵来到了地宫之内呀 他们当时呢 就把太后的光果给劈开 这个满族人的棺材呢 都是两层 外围果 内围棺 劈开以后 一看叫里边 特别多的珍宝呀 他们当时呢 非常眼红 但是同时呀 又非常害怕 看见了慈禧太后的尸身呀 没有任何的腐烂迹象 而且呢 面目如生 后来他们当时呢 为了盗取珍宝 就把慈禧的尸身呢 拿出来之后 扔在了这个方向 来 过来看一下 他们当时 他们当时把慈禧的尸身就扔在了这里 后来将光果的珍宝呢 盗掘一空 48天之后呀 溥仪在天津发现 派清朝老臣来东陵收尸的时候 他们刚走到地宫的入口 就闻到里边呀 有一种腐臭的味道 从外边走进来之后 就发现慈禧在这 被一个木板子压着 上身 裸露 下身 穿了一条裤子 还有一只袜子 当他们把太后的尸身翻过来的时候 发现他的左侧嘴角呢 有一个大约三公分的刀痕 用刀子剥开的 胸前长了拳头大小的尸斑 还有一寸的长白毛 样貌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么他为啥死后被毁容 而且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孙帝英呀 在盗墨的时候 他为了盗取他的口中的夜明珠 因为人死嘛 嘴呀 是打不开的 后来 他们当时把牙敲掉之后 将这个嘴呢 给豁开 夜明珠才弄了出来 所以说是被毁了容 后来 宰泽等人把慈禧的尸身呢 全部收敛完毕 又草草入恋 这是第二次入恋 但是万万没想到呀 在1984年的时候 再次将光谷打开 为什么打开呢 给他进行防腐处理呀 因为在1928年打开的时候呀 他尸身不服 而且呢 就是像活人睡觉一样 所以他们认为 在84年是不是也没有腐烂 后来把光谷打开之后 一看呢 他变成了一具完整的干尸 身高据测量是1米53 那么据推测 他生下的身高呀 大概在1米60左右 所以说呢 把慈禧抬出来 进行了防腐处理之后 最后呀 原封不动的呢 又放了回去 现在依然是头朝北 脚朝南 阳躺于关中 那么当时他们也说了 说从所以后呀 他的光谷不能再打开了 自古以来 没有哪个人死后 曾经三次入恋 也就是慈禧吧 那么他死后 为什么不腐烂呢 关注目子 咱们下个视频见 一个中国女人 让日本人又恨又怕 就在他去世的时候 日本人呀 才如释重负 可全世界 却都在为之哀悼 他就是张春儒 1968年 祖籍南京的张春儒 出生在了美国 小时候父亲 经常给他讲述 日本在南京犯下的 装装恶行 26岁那年 他在旧金山南湾的 一个照片展中 无意中发现了许多 日本在攻陷南京后 施暴的老照片 那些杀戮的现场 不加修饰的照片 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 他震惊了 日本人犯下的这些 滔天罪行 不同于长辈口中的口述 血淋的杀戮照片呢 不经修饰 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 他意识到 父亲给他讲的那些故事呀 只是冰山一角 这样的滔天罪行 为什么在美国 没人知道 与此同时呢 日本人还在不停的通过 篡改教科书 来美化战争 显而所有人呀 都要忘记这段历史 不行 无论付出什么 我一定要让全世界 都知道那段南京的往事 第二年 他就和在美国的家人呀 挥手告别了 真身踏上了 长达三年的调查之路 三年间 他挨家挨户的走访 幸存者还以书面的形式 采访那些在世的日本老兵 参阅了比山还高的历史文献 国内的 国外的 只要是有这段历史呢 他一个都不放过 这些资料 看得他呀 是浑身发抖 当时眼泪止不住的流 他下定了决心 无论付出什么 必须呢 要写下一本珍贵的南京史料 1997年的12月 在南京大屠杀60年这一年 张春儒出版了南京暴行 被遗忘的大屠杀 立刻掀起了整个西方的世界 不到一个月 就登上了美国的 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 并被评为年度 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 而张春儒却说 我不在乎这些书呀 能够赚不赚钱 赚多少钱 我只想让全世界都了解 1937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 可日本那边却紧张起来 不光派人跟踪他 还在他的家里呀 安放了气听气 甚至呢 寄死猫 死狗 老鼠 当时呀 寄到他们家里面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可恨的 还用他刚刚出生的儿子 还尚在强暴之中 来威胁他 长期的遗鬼遗神 张春儒的神经变得越来越脆弱 最终在36岁那一年 引弹自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每一个中国人勿忘历史 勿忘张春儒的英雄故事 让我们为伟大的英雄点个赞吧 明朝皇帝为什么不让百姓杀猪呢 您知道吗 原来呀 发布这条奇葩政令的皇帝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 诸后赵 明武宗 诸后赵 在位16年 荒唐事呀 干了一堆又一堆 吃喝玩乐 样样行 管理国家却不行 而他之所以 颁布这条禁诸令的原因呢 也确实很荒唐 第一 因为明朝呀 是老朱家的天下 朱和朱同一 要避讳 第二呢 诸后赵呀 不仅仅呢 姓朱 还属朱 平常百姓啊 天天养朱 杀朱 吃朱 这摆明了呀 是在给我难堪吗 于是呢 他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 这种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怎么能出现呢 通通取缔 为了给这件事呀 一个更完美的理由呢 朱后赵说了 吃猪肉呀 会长疮 对健康呢 不好 您老人家呀 是真有招呀 那在我们看来呢 朱后赵呀 不仅仅呢 是封建迷信 还真是很爱小题大做 值得一提的是 朱后赵呀 还真不是吃螃蟹的第一人 唐朝是李家的王朝 李和李呀 又同音 于是呢 就禁止人们吃鲤鱼 宋徽宗因为自己呀 属狗 就下令呢 禁止呀 杀狗 果然呀 名人效应就是不一样 稍微扯上一点关系 就会变得高贵了许多 但是没有过多久 很快呀 就有很多很多大臣呢 上书请求废除禁猪令 还一一把猪后赵 列的那些禁猪的理由呀 反驳个彻底 大臣也是出于民生的考虑 禁猪令一发布 百姓呢 为了逃避责任 都不敢吃猪肉了 那些养猪户呀 也将猪呢 全部建卖 还有将小猪全部掩埋 这是毁了多少百姓的谋身之路呢 一时间搞得是人心惶惶 风声鹤唳 严重影响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同时大臣还提出来 猪作为祭祀中不可缺的肌肉 自古呀就有如此 祖宗之法不可变 就这样 一场仅仅维持了三个月的闹剧 在全国反对声中呢 宣告了结束 朱浩赵 你可长点心吧 有心思呢 在这种小事上 斤斤计较 还不如在国家大事上 多操点心 那么我是木子 关注我呀 每天给您带来更多的 精彩历史故事